这一题的话,其实之前有做过了,只是做一个复习 你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帮我们做搜寻 这叫资源搜寻器 里面的话能够做什么呢? 第一个,先输入一段文字 它有一些预设的字 第二次就是再输入那个关键字 然后它会帮我找出它的位置在哪里 之前我们有练习是不只是位置,还可以把它的关键是前后的那一段文字都可以把它读出来 那当然会更好 如果说我今天要做这样的练习,该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那我做两个版本 一个是一般的Council的版本,一个是JR Champagne 那这边的话呢,我们执行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把刚刚的这个四串 就这一串,这个台风的这一串 贴上去,按Enter 那就读进来 读进来的话,我是利用那个 我Next Line 把整行,整个段落都读进去 再来的话呢,把字串第二个 第二部分的把它读进去 这样,第一个先 读进去,第二个的话呢 要搜寻,比如说台风好了 比如说这地方 我输入是 我要找有关台风 的关键字 按Enter Enter之后,它要在这个里面呢,去帮我找 这个关键字,这个里面有没有出现 那有出现的话呢,就继续找 Enter,第几个位置找到 分别是第14 24 57 所以这边往后面找 找到之后会秀出来 大概是这一题的逻辑 那这里的话,基本上我们用一个 两个 Scanet的这个物件 帮我们把它读进来 那读进来,第一个 这个 我们先读进来的话 一个S是 Scanet的名称 那 要找的字 就是那个文章 SDR 那被找的这个关键字 就是SDR1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怎么找呢 这个跑一个回圈 那个回圈的部分的话 就是跑一个 度回圈 那这个度回圈的话 第一个就是用index of 前面有讲过 在哪个地方呢 在index of 后面的话 会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我们要找的这个关键字 跟什么呢 跟from fromindex 所谓fromindex就是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那因为我要不断一直往下找 所以找到之后的话 那个字的位置 再加上关键字 再往后面找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整篇文章 全部找完 所以这边的话呢 第一个 bin的话 预设值是 这个bin应该是预设值0 所以从0开始找 然后呢 如果index不等于负1的话 不等于负1 负1的话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那等于是找到之后 再怎么样呢 再把它次数 这个φ应该是找到的个数 找到几个 对不对 然后φ加1 那如果φ等于1的话 那接下来就等于1的话 表示第一次找到的位置 第一次找到上面要多一个第一次找到位置的一个开头的title 第几个找到位置上面要多一个一个叙述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如果之后找到的话就是再把第几个位置 那后面应该是print line所以会换航继续跑 那B这个B的位置 B1的这个变数呢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index找到的位置再加上这个关键字 instre的长度 也就是说呢我这个位置呢不会从零开就是第一次从零开始找 对不对 找到之后的话呢 那再往下找 往下找就你就不能够在那个位置继续找不然一直会找同一个同一个第一个结果 会把什么呢 这个index找到的位置再加上长度 那继续往后找找 那直到什么呢 while index等于-1找不到了找不到就跳离 跳离之后的话呢 那如果说呢 这里面完全没有关键字的话 那就字串不在字串当中 反字的话就是把最后的结果秀出来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当然这种写法不见得是唯一啦 各位可以想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用别的 用while然后的phone回圈其实也可以把它这个做出来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把这一题题目稍微看一下 然后210的部分再试试看 把画面在旁边给各位试试看这一题